2023年暑假档可以用卷形容 因为有多部电视剧官宣定档播出 而长相思是当之无愧的黑马剧 热度和关注度都遥遥领先 随着剧情更新 很多网友都表示 这部剧注定会成为暴剧 但让很多观众没想到的是 16CP的热度朝遥紧CP的热度 剧中的四对CP你更可谁呢 8月3日 腾讯认证长相思是暴剧 话题登上热搜 官方表示提起暑期第一部爆款剧 长相思第一季当仁不让 这部剧开播以来 从剧集到主演持续霸王热搜 热度值成功破3万3千 打破今年的腾讯记录 各项数据都遥遥领先 全面开花 无论是剧情还是角色 都引起网友们的讨论 在这部剧中 杨子饰演女主小妖 剧中共有四个重要男性角色 分别是苍璇 涂山景 向柳 赤水风龙 随着剧情更新 四位重要的男性角色都已经出场 甚至聚到一起 直接出现的修罗场面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杨子和四位男主组成的CP 第一对CP 苍璇和小妖 苍璇是小妖的表哥 这个角色刚出场的时候 网友们就认为她眼睛有问题 因为小妖就在眼前 她却认不出来对方 还为了现在的表妹伤害小妖 当苍璇发现小妖就是自己的表妹后 她后悔到眼泪鼻涕横飞 此时网友表示 你不是爱笑吗 还想嗑瓜子吗 当小妖恢复原本的颜值后 我们可以发现 苍璇对小妖的感情发生变化 在追剧的过程中 很多观众问 如果苍璇不要权力 她会和小妖在一起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如果苍璇不站在最高的位置上 她 小妖 土山景都活不了 小妖的身份曝光后 必定会被追杀 土山景根本保护不了她 只有苍璇站在最高的位置上 才能让小妖和土山景 过上平静的生活 第二对CP 土山景和小妖 土山景和小妖是官方CP 最终他们会共度余生 这部剧开播后 很多观众都被邓为 饰演的土山景圈粉了 这妥妥是大家心中的完美男友 会顾家 会照顾你 会考虑你的情绪 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尽全力帮助你 看到土山景和小妖的相处剧情 很多网友都表示 大家在选择另一般的时候 要选择本身就是很好的人 而不是只对你好的人 在任何时候 土山景的情绪始终都是稳定的 并且她非常尊重小妖 甚至在小妖主动的时候 她还会克制自己 在最新的剧情中 土山景因为吃醋着急 腿竟然都好了 最后她就拿出自己的杀手锏 零食小狐狸 不得不说捏小子 是怎么知道哪捏小妖的 第三对CP 项柳和小妖 在《长江四》中 谈尽次是特别出演 而她饰演的项柳 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之前的采访上看 作者通话曾表示 项柳是自己最喜欢的角色 越写越喜欢 甚至想将对方写成男主 但在创作的过程中发现 她的存在一开始就注定了 为了死而存在 项柳的人设究竟有多好 才能让作者通话想将其写成男主呢 项柳和小妖因为意外相识 最终成为知己 项柳对小妖的爱是无私的 是不计较付出和得到 她清楚地知道小妖的心里有别人 却默默地帮助小妖 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只要自己做的事情对小妖好 即使没有回报 也是值得的 当防风北登场后 项柳将之前没说出口的爱意 全部表达出来 没做过且想做的事情 也用防风北的身份做了出来 也算是弥补香柳的遗憾了 第四对C皮 赤水风龙和小妖 小妖和涂山景分手后 她心如死灰 所以决定用自己的婚姻帮助苍玄 但这场婚姻却没能举行 因为涂山景找香柳帮忙 用粮草与香柳交换 让香柳去破坏这场婚姻 我们可以发现 赤水风龙的性格非常豪爽 绝对是开朗大男孩 当小妖恢复原本的容貌后 她对小妖一见钟情 甚至表示如果自己娶到小妖 绝对是一生一世一伤人 小妖对赤水风龙并没有感情 再加上婚礼没有完成 所以两人注定有缘无分 在后面的剧情中 赤水风龙会帮助苍玄 发挥重大的作用 这部剧刚刚开播的时候 妖精CP热度遥遥领先 可是随着剧情更新 人们发现像妖柳CP的各种数据 似乎要弯到超车 甚至话题解锁讨论 妖柳CP的讨论度 已经超过妖精CP 在追剧过程中 网友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看其他剧的时候 都是女主恋爱脑 观众们非常清醒 可是看长相思的时候 观众却变成恋爱脑 杨子饰演的小妖却非常清醒 正是因为如此 观众们才疯狂嗑CP 各位观众 长相思中的四对CP 你虽喜欢哪对呢 长相思包了角色戏分榜前三 配角君上卓 钻研演技才是网道 今年的电视剧行业 出现了反套路现象 从开年爆款剧狂飙开始 多部热播剧中 热度最高的出现角色 都是其中的配角 这种现象 在往年作品中 很少出现过 之前的作品 大多都为主角赋予了 无限的光环 通过人设和故事线加持 让主角形象更加立体 让观众更加喜欢他们 然而今年 却频频出现 配角上桌的现象 长相思中 就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它与其他作品十分相似 剧中几个配角 都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但是配角的爆火 并没有将两位主角的热度 压下去 反而呈现出了 全员上桌的状态 从热播剧集 角色戏粉榜中 就能够感受到 长相思的出圈程度 其中的三位主要男性角色 分别占据了 戏粉榜单中的前三名 可以说 长相思成功实现了 霸榜的状态 然而这三位男演员 虽然分别有着 属于自己的代表作 但并不能算得上 是真正的顶流明星 这也是为什么 在长相思播出之前 会有一个话题叫做 长相思最新飞升的男演员 究竟是谁的 原因所在了 我们不能发现 其中三位男演员 似乎都想要通过 长相思的爆火 顺利让自己的事业 上升到另一个高度 这也意味着 在粉丝层面来说 其实他们并不占优势 然而长相思 在播出之后 能够得到众人喜欢的 唯一原因 就是其中的演员 凭借着自己的演技 诠释出观众心中 对于这个角色的感觉 对角色 倾注于心血的演员 一定会让观众 看到她的努力 因而得到回馈 长相思中的几位演员 在演技方面 可谓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尤其是其中的女主 杨子 更是以演技成功 起身为90后 顶流行列之中 作为国民闺女 即使摆脱掉小雪的滤镜 杨子的转型制作中 依旧给观众留下 许多好的作品 而能够红这么多年 最关键的就是 她的演技加持 而杨子演技 除了真诚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她对于表演时的 细节十分重视 比如在长相思的前期 杨子饰演的小六 一直是男二状的状态 而杨子在表演时 就会刻意做出一些 男性的代表动作 通过假小子的状态 将原著中 对于文小六 不修蝙蝠的描述 表现得十分到位 她的哭戏 更是感染了许多观众 让观众在追剧时 不由地被她的情绪 带入到剧情当中 很多人都觉得表演哭泣时 无非就是嚎啕痛哭罢了 但娘子在五官乱飞的同时 还能够记住其中细节 比如嘴巴被塞了不团 许久之后 忽然释放 也难免有些合不上嘴 张婉妮的演技 更是给观众带来了 极大的惊喜 比如当她见到小妖 扮上女装后的几秒钟 眼神转变 就能够看出 她这段时间中的情绪变化 从最开始看到 妹妹穿女装时的惊艳 又转变到 单有一丝男人身上的掌控欲 之后仿佛就想到了 喜欢小妖的涂山景 而产生了算机的变化 邓伟的演技 更是被观众评价 仿佛是突然开了翘一般 脸上再也没有那种 木讷的感觉 她真的演出了 涂山景身上那种 善良的特质 即使被亲人伤到遍地鳞伤 但她依旧有着一颗 强大的内心 而选择原谅众人 香柳本 就是让观众 十分心疼的角色 再加上谈情刺的诠释 更加让大家感受到了 这个角色身上的那种孤独感 比如说小妖说不清她 是因为怕她的这场戏中 她见次便诠释出了 香柳身上那种纠结的表情 几秒钟的镜头中 就能够感受到 她自卑的心理 以及被拒绝的痛苦 还有自带的孤独感 最后那一抹自嘲的表情 更是将香柳的 深沉诠释的淋漓尽致 然而在场相思的一众考评中 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黑点 那就是由黄灿灿饰演的 仿佛异应 这个角色在整部剧中戏份很重 而在原著小说中的人设 属于那种 善于恭敬 有点萨 有心急 但性格却很温暖的女子 但显然黄灿灿的表现 并没有让观众满意 除了她面部状态不自然 显得整个脸又肿又僵之外 眼睛一眼难尽 才是被观众吐槽的重点所在 甚至有网友讨论 就连一旁的群演都比她入戏 仿佛从她的表现中 完全将表演两个字写在了脸上 虽然黄灿灿作品并不多 但相信大多数观众 应该对她十分熟悉 毕竟她当年在跑男中 以五大笑话出镜的那几分钟 给观众留下了惊鸿一瞥的效果 也算是有着良好的观众员 可没想到这次翻车的 却如此严重 足以可见 其实演员有着美艳的外表下 演技不过关 依旧无法得到观众的认可 这次翻车的转发